歡迎大家收看 世界越來越路 我們先談一下 這個094的核潛艦 出現在台灣海峽 那靠近中線附近 那當然這兩天 大家已經看到有很多的 細節訊息陸續浮出 包括為什麼 這件事情各方有不同的揣測 台灣很多前海軍將領 也發表了他們的專業看法 但是另一頭 我想首先要來看的是 大家對於這個事情的 關注熱度 我雖然那時候不在台灣 但是在境外遠程收看 我就會發現 台灣民眾對於這個事情的 關注熱度奇高無比 各台收視率不斷的暴增 點閱率也增高 介老師覺得他反映的是什麼 反映的就是說 台灣民眾對兩岸關係 越來越敏感 因為現在台灣這個社會 我覺得認為兩岸 會有這個軍事衝突的這種 可能性的這種認知 是越來越強 那當然了這個主要就是 賴清德就職演說以後開始 那大陸的軍事行動 看起來是比較多 即使是非軍事行動 也被解釋有新式行動目的 就是大陸有位人凶 開了自己的小艇 直接從淡水河口 直衝淡水河 然後還沒有被發現 然後他還自己上岸 自己去自首 然後才被台灣的警方知道 有一位人凶從福州 自己開船 直衝淡水河口 正在淡水河口的 漁人碼頭喝咖啡 所以這些事情就一連串的發生 那當然了就是說 大陸的這個空軍的個型軍機 超越海峽中線 那已經是家常便飯了 對 在我們今天直播 這個時間點是6月20號 就比賴清德上任剛好一個月 那當然第一個 他的民調表現非常不理想 跌破了五成 大家知道一個領導人 在上任滿月 民調通常都會很高 因為在一段蜜月期 那賴清德很罕見的是往下掉 等於說是流失了 兩百萬支持者 這個訊息是一個很大的警訊 那主要就是在兩岸的部分 這一個月兩岸真是驚濤駭浪 濃縮在這一個月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核潛艦 突然之間的出現 就是那一張照片不得了 全台灣炸鍋 那我要問一下介老師 這個09次核潛艦 它是6月18號出現在金門外海 那其實6月19號 就是大陸海軍的潛艇部隊 成立70週年 這兩件事情大家會聯想在一塊 我覺得有直接關聯 有直接關聯 中國的就是說 中國人民解放軍 海軍的潛艇部隊 事實上是 它是一個很獨立完整的 一個作戰部隊 那還有自己的軍割呢 你看不到我 所以基本上這個是走向海權 必須要有的一種武器系統 那1954年嘛 我記得今年74年嘛 1954年中國在開始做潛水艇 你知道一次世界大戰發展 1959年啊 人家歐洲國家就已經 大西洋裡面潛艇 已經打得七分八數了 中國整整落後了多少 落後了將近50年 可是問題就變成 就是說70年以後 中國的潛艇部隊 那是世界上 大概我覺得應該是前三名吧 應該就是美俄中 而且這一次浮上來的 這一艘潛艇 它是核動力戰略核潛艇 戰略潛艇 那一萬三千段 從它的這個底到它的頂 有十層樓高 所以有人又說 它在臺灣海峽 尤其澎湖附近的水域 大概有的時候 只有40公尺的話 它那一艘船 就已經快30公尺了 它不浮出來要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基本上 把它浮出來 基本上我覺得是展現軍威 就是展現軍威 那對誰展現呢 對賴清德當然不用說了 還有就是對日本 對美國 因為這艘潛艇 基本上它上面 你不會用大砲打小鳥 因為它上面裝的G-Long-2 是可以打1萬公里的 而且是可以攜帶核子彈頭的 這種戰略核子 這種導彈 戰略型導彈 所以它基本上 就是打美國的 不會是對臺的 對那其他的話 打日本的話 也綽綽有餘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 在這個 尤其澎湖附近的水域 露出來到水面上航行 基本上就展現就是說 不怕你看 然後我在我家裡面 露出來有什麼關係 台海就是我的海 我的內海嘛 那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6月18號浮出來 6月19號就是 中國人民軍防局 用海軍的這個 潛艇部隊的70周年慶 對 所以有種說法是 這是一個這個 這個例行的一個稅修 那還有就是說 趕快去參加慶典 對不對 那當然這個 大家知道台灣東部海域 你如果走巴士海峽 宮古海峽的話 那這個地方 美國 日本等等 那監修系統很多 所以它就繞過這個地方 它直接走了台海 那走了台海 既然都到了台海 就上來給大家看一下 對啊 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它的住房 是在這個海南島的玉林港 那是中國大陸 最重要潛艇基地 那玉林港 幾十年都在那邊 可是這艘船 它原本是在葫蘆島 在北方的葫蘆島建造的 所以它稅修了 它回到它的這個造船廠 原始造船廠去稅修吧 那所以就是從台灣海峽 那台灣海峽 基本上 我覺得基本上的話 中國大陸對它這個水域的 這個基本上的定義 在國際法的定義 它是說它不是國際水道 那是不是中國的內海 是不是中國的這個 專屬水域呢 大陸也沒有明確的這樣講 不過我覺得就是說 應該它是非常清楚 在台灣海峽 這段時間是毫無任何的 軍事艦艇的 那麼外國的軍事艦艇 所以可能在這段時間 在台灣海峽 也就是只有解放艦艦艇 跟台灣的海軍的艦艇而已 那這個是靠近 這個澎湖已經在 接近海峽中線 以東過來已經有60多海里 我們這邊有一個 對給大家看一下這張圖 這個是海峽中線嘛 對不對 那在澎湖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從中線過來 已經是相當接近 相當接近了這個台灣的 這個所謂的 怎麼講 靜置水域 那不過對大陸來講的話 這個整個台灣海峽 包括台灣海峽的東岸 現在大陸的立場很清楚 中東是中國的水域 台灣也是屬於中國的 所以就變成這個都是中國的 這個附近都是中國的水域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地方 就把這個094這麼重要的 一個戰略性的武器 就浮出水滅 對 當然這個訊息的公布 主要是因為澎湖一位漁民 他一大早出去抓小管 現在是小管的季節 然後所以意外拍到 那拍到以後 當然是非常震驚 在媒體一公布之後 不得了全台灣各大媒體 這個廣泛的報導 我看到這個點擊率極高 那當然我們的負責安全部門 像顧麗熊等等 也有發表談話 但講的都是預言又止 那你怎麼看待這種預言又止 就是不曉得要怎麼講 因為他如果說 立刻就發現了 那他又很怕 讓台灣的民心動搖 現在這個賴清德 他們這些人 他基本上他就是說 一方面又很虛 一方面又很什麼 又姿態又很高 那姿態很高就是說 哎呀你看我這個 現在兵強馬撞 美國日本都站在我後面 都站在我身邊 大陸是不敢越雷遲一步 可是問題就是 大陸每天都有軍事艦艇 都有都出現在台灣水面 一開始介老師說 越擔心台灣民心動搖 所以你覺得看到了 這個核潛艇的照片 在台海靠近中線浮上水面 臺灣民眾的民心是不是真的因此動搖了 現在已經很動搖了 現在是更動搖啊 因為原來對這個軍事不太瞭解了 後來發現大陸怎麼軍力這麼強 還有這種可以打一萬公里的 這種核導彈的這種 這種核動力的戰略潛艇 這個對臺灣民眾很多人是很大的震撼 我覺得這個臺灣民眾 因為距離戰爭很遠 我們這一代 我們的上一輩 幾乎都沒有打過仗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臺灣民眾對於軍事 是有一段的距離 但是在這一個月 我們看到一下什麼殲20 圍導軍艦 一下又核潛艦 大家會藉由自己的好奇 然後各自去搜訊息 然後就會赫然 像介老師講的一樣 發現大陸原來這麼強 跟臺灣政府所宣傳的不太一樣 所以這一艘核潛艦的浮上水面 當然這個綠營第一時間的講法 就是它故障了啦 它非浮上來不可 你怎麼看待這種說法 這就是漁民政策 對 它一開始就是說 反正大陸都很爛 然後前兩年還有說 大陸有一艘潛艇 在臺灣海峽在水下爆炸 還喪失了70多個水 那沒有人 從來都沒有人證實 所以他們一直認為 大陸你要看臺灣的綠色媒體 那形容大陸就是一個落伍 跟大清朝那末年差不多 然後很虛幅 然後呢不堪一擊 然後呢雖然有 可是那些裝備呢都很糟糕 這個性能也差 然後呢故障 然後呢上面的軍官的訓練也不足 真正是這樣子講啊 所以這個潛艇一出來 他就說一定是故障 這個故障以後呢 他就要浮出水面 要不然會出事情 所以呢我覺得就是說 這些部分我覺得就是說 民進黨 對 當然我覺得啦 就是說他浮上水面 在眾多大家 包括這個節日我們看到 這個慶典嘛 等等故障當然可能是 是一個不排除的因素 但是我們後來看到 臺灣的很多海軍降臨 他們從一些比較事實的根據 比方說如果故障的話 大陸應該要有一個什麼樣的 一個 我說一個支撐 或是一個這個團隊 但是沒有看到這種狀況嘛 我們的好朋友張靜 特別寫了一篇文 他說如果潛艇像這樣子 中國大陸094就六艘而已啊 全世界都要追蹤這個潛艇 尤其美國 天天想要知道094在哪裡 是在我的加州的外海呢 還是在夏威夷的外海 他天天要追蹤的 那如果說有這樣一艘潛艇 如果說故障的話 張靜說這個附近的海空軍基地 老早全動員了 救援船隻也都已經都出放 不可能讓這個潛艇 這只有一艘護衛艦在附近 所以他說完全排除有故障可能 對 那也沒錯啊 他故障的話 他事實上他開了一天 就已經回到他的葫蘆島 怎麼故障 而且他是後來就一路上浮回去 就是反正就是要給大家看 看個夠啊 對 因為這邊的 台灣海峽的水平均的深度 也不過80公尺 我剛剛說這一艘核潛艇 它本身它就一萬三千噸 它就已經有十成高了 對不對 那在這個地方人家說 就是說如果說從這個高空 來看這個台灣海峽水域 有些地方你潛艇 你肉眼都看得到 所以它就沒有必要 去一直用潛艇 我就浮出來走 反正是我在我自己的水域 而且要例行稅修 也沒有什麼保密的必要 沒有什麼保密的必要 而且說實話 這個也就是讓台灣的民眾 第一次見識一下 中國大陸這個核潛艇的實力 那我看台灣現在媒體討論的 非常非常非常的細 一直在討論這艘艇 對 大家才會發覺 哇 原來有這麼強的戰力 對 而且不只一艘 還有六艘 然後發覺還有一艘 還有正在艇的096 這才是094呢 對 還有096 大家突然發現 後面還有096 不得了 對 然後我也是因為這個事情才知道 原來民眾拍到照片 是可以拿獎金的 以前都還不曉得 過去台灣這個五年大概39起 總共發出了44萬獎金 那拍到這個大陸的這個軍艦 如果在24海里之內的話 獎金3萬 24海里之外的話大概就1萬 那如果說只是公務船 海警船的話 獎金會再少一點 你怎麼看待 所以真的啊 我們很多這個新聞界 知道這些訊息 都是拜漁民照片所思 我今天有一個學者 在電視上就開罵了 他說現在才知道 原來啊 我們那個軍方啊 這個情報靠漁民在收集 一個靠日本 一個靠漁民 一個靠漁民 一個人發3萬塊 你看到了你就通報 那你平常你買了 那麼多設施是幹嘛的 我們還以為 你在台灣海峽 你這個天羅地網 只要一有動靜你都會知道 你不又是什麼 這個鋪爪雷的雷達系統 在我們新竹的這個山上 又什麼一大堆暗機的 這些雷達系統 到底錢花到哪裡去了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居然要靠漁民 然後來通報 那這個好像還停留在 上一個世紀啊 中夜吧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蠻搞笑的 蠻搞笑的 就變成就是說 這麼重要的 這個大陸的 這麼重要的軍事啊 裝備啊 那麼在台灣海峽 而且靠近澎湖那麼近 居然軍方都沒有 沒有任何的這個反應 那就是說 可能這些顧力雄 他們說我們有掌握 只是我們沒有告訴大家 我覺得這個都是頓詞啦 我覺得真的會讓我們 回過來想說 從太英文開始 花了6000億台幣 將近200億美元 跟美國買的那些裝備 到底錢花到哪裡去了 然後過去蔡英文八年來 花了那麼多軍事的預算 到底錢花到哪裡去了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讓台灣民眾 非常沒有安全感 因為很多重要訊息 過去包括裴洛西來的時候 導彈從台灣頭上掠過 大家是看日本消息才知道 那核潛艇上浮呢 是漁民的照片拍到 大家才知道 那軍方總是預言 又指一句這個機密 就打發過去了 所以在這個裡面 我覺得台灣民眾的 不安全感是不是導致 你覺得包括賴清德 這一個月的民調暴跌 是有關聯的 對 因為事實上的話 這個兩百萬人 已經棄賴清德而去了 這個其實是賴清德的 極大的挫敗 剛剛我覺得就是說 其實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喜訊啊 對 為什麼呢 就是說賴清德 越不得明星的話 他的動作會有所節制 他會去反省一下 因為他到底還是要靠選票嘛 馬上還要選舉 他這樣繼續搞下去 他什麼票都沒有了 民進黨內部要找他算賬 但其實啊 大家如果仔細去看一下 新聞的話 其實這個核潛艇呢 過去在台海出現 被發現也不是第一次 被發現很多次 但是過去可能媒體 也不會大幅報導 大家沒什麼感覺 那這個時間點 你覺得呢 特別受到關注 當然跟情勢有關 第一個兩岸很緊張 第二個大陸現在就是說 這個叫秀肌肉 你準備打仗的話 你看你裝備 跟我裝備怎麼比嘛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我覺得兩岸是一步一步 距離戰爭是越走越近 那賴清德事實上 他過去一個月 其實他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他在這個520講完話以後 大陸已經做了極強大的動作 然後呢軍演 然後把這個 EGFA的134項又取消了 然後呢做出很多嚴厲的警告 賴清德等到兩個禮拜不吭氣的時候 馬上就發布他跟新聞雜誌 時代雜誌的一個專訪 他再度重申他的立場 而且過去他的場合不同 他跟全世界講 對 然後最近又在哪裡 又在這個黃埔軍校 就是說一百週年的校慶裡面 他居然說 他的主張跟馬英九一樣 他是馬英九主張的 所以另外一方面呢 他又說這個黃埔裡面 有假黃埔 意思就是說不跟著賴清德路線走的 都是假黃埔 這個是非常沒有禮貌的 黃埔有一百週年 如果台灣今天賴清德 還能夠坐在那邊 胡家胡威 他靠的是黃埔的子弟 打出來的天下 他居然跑到黃埔校慶 說對著下面一大堆 這些黃埔的子弟跟畢業生 講說有假黃埔 你想想看 這個真的是 第一個真是沒禮貌 一點禮貌都沒有 對黃埔如此之羞辱 我覺得他真的是 意識形態 已經蒙蔽了他的理性 所以對賴清德 我覺得到此刻為止 大家的幾乎是沒有任何期待了 包括美國也是 我想大陸也是一樣 所以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一切公事公辦 那對台灣民眾來講 其實在政治光譜上 分成藍跟綠 但是我覺得事實上 目前來看 分成願意打仗跟不願意打仗 那不願意打仗的是 很大多數的一塊民眾 包括很多前綠的等等 也都不希望 自己的家人上戰場 所以我們看到 不管是這艘河前艦 或是上次的圍導軍演 什麼殲20 那個一個又一個的武器 台灣民眾從這裡面 開始慢慢的學習 大陸的武器小百科 那心中充滿了不確定 也史上第一次覺得說 從小到大祖祖備備在這裡 第一次距離戰爭的這種 感覺這麼近 戰爭的氣息這麼近 沒有人想要變成烏克蘭 但你怎麼看待呢 這個是不可逆的嗎 還有那賴清德 他已經是台灣領導人 你也不能怎麼辦 眼看著像比方說 今天他在這個620的今天 台灣又進行了一個 非常大規模的演練 你怎麼看待 似乎就是要把台灣民眾 曝露在這個戰火當中 而這個核潛艦剛好反映出來的 其實是台灣民眾的悲公蛇影 對 台灣民眾現在 我覺得很多人很無奈 很多人也很悲觀 因為賴清德事實上的話 你可以看出來 雖然他現在名叫掉了 掉了兩百萬支持者 他的作為是更強硬 而不是更這樣 他遇到了中國大陸擺強硬者 事實上他沒有任何退缺的可能 而且他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他要國家要重建 他社會要改造 人心要洗滌 我認為他這個十二字決 基本上就是他未來四年的 所有一切施政的指導原則 所以不會變的 那我覺得就是說 他的底氣在哪裡 他底氣就在華盛頓 美國人還不斷的給他鼓勵 前一陣子 美國大西洋理事會的 這些幾個學者來 鼓勵他們跟他說 你這個做法太對了 我們完全支持你 你的說法跟你的做法 都是對的 我們完全支持你 所以他活在他的世界裡面 那我覺得台灣老百姓 必須要很清楚了 這個我們正在一步一步走上 一個越來越來風險越大的 一個環境 那這些部分的話 我覺得怎麼說呢 我覺得除非台灣有更強的 一個力量 從民間出現的一個力量 來呼籲和平 來自斷賴清德 把台灣老百姓的生命財產 附上堵桌的這個做法 或發出更大的聲音 展現出更大的團結 要不然真的 台灣這個被賴清德 一個人往那個深水裡面 會遭到滅頂之災的這個方向 正在被他一步一步 一個人的力量 往那個黑洞裡面去拖 拖到那個黑洞裡面去 這一個越來台灣的現狀 其實已經改變了 顧力雄在立法院 講到這個094 正是已經離去的同時 他也告訴大家 就在這個驚嚇海域 目前這個大陸海警 大概是平均是每天四艘 然後到了深夜 一定會定毛下毛 就是一個常駐的概念 這就是一個改變現狀 那我們就要問 顧力雄你有什麼辦法嗎 他照薪水照領 每天照樣去過他的舒服的日子 說實話 這要在以前的話 老早丟關了 你束手無策 你惹出來這個情況 你又束手無策 到最後就靠美國 美國這次菲律賓 你看美國在哪裡 美國不曉得跑哪裡去了 我們待會就要談談菲律賓 因為這個台海跟南海 不是同一見識 但是是有一些聯動關係 今天很多民眾都在看 看美國會怎麼樣 去支援菲律賓 來想一下 美國會怎麼樣來支援台灣 畢竟以色列是美國的核心利益 但是台灣並不是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這次錢艦浮出水面 它只是094 那如果說096 目前預估大概是2030左右 可以形成一個規模 到時候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態勢 到時候其實就變成 美國對中國大陸的行為上 會更 更 更 怎麼講 更謹慎 美國現在它事實上 它認為它有的優勢 基本上還是它在海面水面上的 10艘10個航母戰鬥群 跟水面下 美國也有很多戰略核潛艇 那個是從核潛艇裡面 發射這些洲際導彈的 含核子彈頭 另外美國還有核子攻擊潛艇 攻擊潛艇的話 它認為整個太平洋 它有水面部隊 還有水下部隊 那中國大陸現在正在趕 那中國大陸我覺得就是一個一個的 美國所謂的島鏈突破的概念 現在第一島鏈已經沒有了 第一島鏈 那美國人就要把賴清德 找來問一問 為什麼第一島鏈沒有 過去兩岸還有一個中線的概念 沒有了 現在中國大陸的船 在台灣的東海岸 那是每天照三川在那邊演練的 這叫常態警訊 那也就是說美國人從日本 台灣到菲律賓 從1922年結束 逐的它所謂第一島鏈 現在已經沒有了 所以第一島鏈跟第二島鏈之間 現在是中國大陸的 我覺得中國大陸 解放軍的海軍的一個演練場所 那現在還沒有看到 中國大陸的海軍 從第二島鏈再往外面走 那我覺得這個是指日可待的 那就是說你必須 你現在第三艘航母 現在正在海側嘛 那因為有三艘航母的時候 我覺得突破第二島鏈 在夏威群島跟關島之間的水域 你就會看到更多中國的中海 所以基本上就是在這個水域裡面 那中國大陸是有系統的 一步一步的出來 那這個對美國來講的話 它是備受壓力 因為它也知道這種海上打仗的話 不是靠什麼 海上打仗不是靠勇氣啊 海上打仗是靠裝備啊 完全靠裝備啊 你沒有裝備你是沒有 你是沒有辦法打的 你知道二次大戰 我去夏威夷珍珠港我去看 它有個紀念館很有趣 日本人為什麼有底氣 在二次大戰的時候偷襲珍珠港 因為在偷襲珍珠港之前 在太平洋上 日本海軍跟美國海軍的實力來講 日本是超過美國的 所以日本人才會去偷襲珍珠港 那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日本雖然美國珍珠港被偷襲以後 美國花了很長一段時間 才恢復過來 才跳島反攻把日本打敗 可是在當時日本海軍是超越美國的 所以這個說海上打仗是靠實力 你的094加到096 你的現在遼寧號 山東號 再加上福建號 然後055大區 075的兩棲攻擊艦 這些數量跟它的質量 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那美國自然它的政策就要改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靠實力說話了 我覺得094 就是有專家講說 他走巴士海峽跟宮古海峽 過去你走巴士海峽 宮古海峽回去的話 不如走台灣海峽安全 為什麼 你巴士海峽跟宮古海峽 日本跟美國有很多海底電纜 海底的這個 徵收你的這些 所謂的各種參數的這種 這種徵收的這種設施在水下 那你走台灣海峽 是最安全的 對 那我覺得就是說 今後我覺得你會看到 可能中國大陸這種 從玉陵港 海南到玉陵 到這個東北葫蘆島 這一條航線 你會看到更多大陸的 通常都是第一次比較驚悚 後來大家就習慣了 圍島軍人也是一樣啊 過去我們看到大陸這個 基建來的時候 大家也覺得非常的不尋常 心驚肉跳 那現在每天少於20架 大家根本沒興趣理會了 所以這個前景也是 這是第一次 在這個兩岸兵凶戰危的此刻 引發台灣極大的驚慌 那包括綠營是全面消毒 我相信心裡也在打著鼓 那當然它折射出來的 就是賴清德這個領導人的 我們看到不合格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 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 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 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好朋友們 你也有睡眠困擾嗎 推薦您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醫生菌 幫助您睡得好 美麗更加分 即日起至6月30日 三入組限量送 隨行果汁機一入 送完為止 更可搭配快點購 618狂歡年中慶 全場消費滿千就送百 最高回饋618元 現在買最划算 再加100元 就能夠超值加購 中天文創經典商品 一起來快點購 線上歡慶 享受絕佳購物經驗吧